突然就有人說 請問你是什麼 新莊國中的什麼書冠賢嗎 你老媽的 沒有一個名字 沒有一個地方講對的 我朋友是後備有一天玩到什麼 我有興趣的林斌也是啊 他們到別的地方去整天 他們說他們在寢視滑手機滑到爛啊 滑到爛這手機 幹你娘都不知道滑什麼 叫班長帶他們去外面走一走 他們說他們在那邊滑到太無聊的時候 班長我們去外面曬個太陽好不好 他們說他們每天就是早上去吃飯 吃完就回寢視滑手機 滑到中午再去吃飯 然後回來睡個午覺 下午再繼續滑手機 滑到晚上再繼續滑 吃個飯再繼續滑 滑到睡覺 幹你娘超級爽 然後我們在那邊是 早上就起來 摺棉被 你娘媽的扣分又要被凍拔 幹你媽媽 6點集合5點就起來開始摺棉被 摺到5點50分 5點55分 6點集合 摺到5點58分才出去集合 就在那邊顧 就在那邊顧我的棉被 幹你娘媽 你最愛別給我碰到 在這邊看 看 OK大家出去了 好衝出去 完美 我的棉被 那你會省時間不刷牙嗎 我通常起床是先去刷牙 所以說要再回來摺棉被 阿賢布校是官校旁邊那一個嗎 沒錯 我們那時候 二階段直接用走的走到隔壁去 幹你娘那黃埔包 中到隔壁 走到腳差點斷掉 那個那個盃 那黃埔包那個袋子 已經被我扯了兩三個那個起來了 那個那個毛 那個什麼 那個線 扯了兩三條起來 隔壁快斷了 超級無敵重 什麼小他媽全部都搬過去 從前都要早上起床 拷幾發的嗎 不知道 沒遇過 我也不想遇到 幹人家設在我的床上 有人會在棉被裡塞電話卡嗎 棉被沒辦法塞電話卡 棉被要塞紙板 要用箱子的紙板 棉被比較大 電話卡是塞在那個蚊帳的 蚊帳塞電話卡最剛好 又直又挺 棉被你要去找紙板 然後你要去量你棉被 折起來的厚度之後 直接剪一個剛好的大小塞進去 然後電話卡的話是直接剛好 蚊帳一折塞進去 直挺挺 可是不能露出來 露出來扣分 你不能讓人家知道你用電話卡 超級嚴格 紙板也不能露出來 想到隨身又要一起洗就崩潰 不是啊你就再帶五件內褲進去就好啦 我都帶五件內褲 我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我不知道 我第二個禮拜全部我就帶五件內褲 反正你收假回去那一天 在家裡洗一洗了嘛 然後就開始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四 禮拜五 搞不好你不用洗澡 腰疤就走了 也不用洗澡 你帶五件備用 然後再帶回家洗就好 幹嘛你兩%很臭 一天沒洗內褲會發霉很臭是不是 沒有到那麼臭吧 可以問班長能不能用自己洗手台洗嗎 班長應該是不會同意 幹 你一個人要用洗手台洗 靠北全年一百多個人 他媽全部都在洗手台洗 內褲是要亮在哪裡 亮在寢室 然後寢室一整排的內褲這樣 所以你就帶五件就好 二階段有機會 二階段比較有機會 二階段通常都管得很鬆 那你的班長 那你的班長也是就是混吃得很死刑的 很多好像都這樣 只有抽到部校比較衰而已 因為部校比較嚴格 那邊有很多資源域的那個 那個那個 阿兵哥在那邊受訊 很嚴格 幹你你 那你的那你的班長 那你的教官都 他拽得超級掰 真的沒被 沒被有人用槍托敲過他的頭 吵 真的不知道在拽三小 真的很拽 他們錄影12天就要戴12件內褲 你也可以戴那個拋棄式的 沒差 你穿一件丟一件對不對 如果你夠多錢的話 你就直接穿一件丟一件 不穿內褲被發酵一起 沒有啦 不會 但是你的蛋蛋應該會磨到破皮吧 下季節洗人水澡 1985 直接打 1985直接打 不用怕 反正我們草莓族在旁邊睡覺就好了 確實啦 以後上戰場給一年的去拚 我們就在後面當補給兵 剩下的不干我的事 阿比說他有扁平族 但不知道角度 不知道 龜狗也是扁平族 都不用當 很爽 阿協明是你電晶替代翼嗎 替懶教 替你的陰謀 靠呀我沒有去比過比賽 我什麼比賽都沒打過 我只有打過什麼 兵方熱鬥全國公開賽 替代翼是要他媽 你有 你有以中華隊 或以台灣的名字去比賽才有 靠呀我 NTER他媽的是他媽的咧 算什麼卡小啊 就兵方熱鬥全國公開賽而已 替代翼沒有那麼好申請 而且替代翼沒有比較好 幹 半年了耶 多熬兩個月 你又不是熬蝦 那麼會熬喔 可是曝哥也沒有代表中華民國 可是他有代表台灣啊 他那時候去韓國 韓國中國台灣三幅 那個跑跑卡丁車不是嗎 他那個就有代表台灣吧 中國台灣隊呢 應該也可以吧 後面有台灣兩個字就好了 曝哥是去申請替代翼 是嗎 我不太確定 應該是電競替代翼吧 他那個應該不是替代翼吧 怎麼當補充兵 你老爸老媽還是什麼低收 重低 重重度低收入戶喔 那種吧 低收入戶跟重低收入戶嗎 低收好像也可以 就是你家經濟有點狀況 好像也可以 然後你又是你家的經濟支柱的話 好像就可以了 重度憂鬱症 重度憂鬱症也可以 那是不是今天說明有錢人才當兵 沒有 搞不好那些低收入戶也很有錢 他只是 是低收入戶而已 就跟你國中同學一樣 國中總有一兩個低收入戶超有錢的 像那種人 搞不好還是騙你 我爸過世這樣也算單親嗎 四個月以當晚 不是 單 單親好像要看 單親好像不行 要低收入戶 然後或者是有殘障 殘障手冊啊 我有一個同學是他老爸 他他單親 然後他老爸領殘障手冊 然後他家要低收入戶 他全部的BUFF疊在一起 好像去五天而已吧 同屆有你的觀眾嗎 認真說沒有 他們可能也知道我是誰 但他們也是快退五前一兩個禮拜 前一個月吧 很後面才知道 他們點多聽過 但他們認不出來 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可能只有聽過而已 蘇冠銜 這個就有另外一個故事 媽的一個隔壁隔壁營隔壁營的隔壁中隊的 靠腰勒 他那天就很突然真的很突然 他突然坐在旁邊 他因為就是在一個大草皮上面 我們可能在這裡 我們中隊在這裡 他們中隊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剛好 剛好我是坐牌尾嘛 我就坐最左邊 然後他剛好在我的左邊 然後我就在那邊玩石頭啊 拔草啊 然後就在那邊拉賽啊 然後在那邊玩玩玩 突然就有人說 請問你是什麼 什麼新裝國中的什麼蘇冠銜嗎 你老媽的 沒有一個名字 沒有一個地方講對的 就很突然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突然問我這個 我想說靠腰 我說我跟他說什麼 我跟他說不是 我是吳冠銜 蘇冠銜那是蘇冠線 媽的 我好像就直接嘴他 哈哈哈哈 我就直接嘴他 然後跟他說 沒有我是吳冠銜那是蘇冠線 不太一樣 操 然後他就笑的時候拍謝 然後他就很興奮跟他隔壁說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跟他隔壁在那邊 很興奮 有啊他都說對冠 靠腰那時候也有新冠病毒啊 他怎麼不說你是新冠病毒嗎 對不對 他也說對一個字啊 冠 看到阿賢很興奮 沒有他可能是覺得 他可能覺得說 欸幹真的是 只是他可能 突然講錯名字吧 我也不知道 他就很突然 他就突然問我這個 我想說 傻小 傻眼 重點還是新莊國中 真的重點是那個新莊國中 到底在傭三小啊 而且他好像是北部人啊 他好像是從 我好像有問他 我說你是從哪裡來 他好像說什麼 桃園還是新北來哪裡 反正他是 那個人確定 我確定他是北部人 我就跟他說 那你完蛋了 這裡超硬 我就嚇他 我就說那你完蛋了 這裡超硬 我開心 沒有 就是 你 你 是 在傭三小